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的 联合几率分配函数的期望值 假设x跟y都是随机变数 那么f of xy 我们假设是联合几率分配函数 现在的话呢,假设有一个 一个real value function,就是实数函数 叫做g 则我们定义什么呢 我们定义这个期望值的话呢 是双变数函数 那就是重积分,两个积分 那么有两个变数 这个叫做联合几率分配函数 那么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个 我们依照了这样的要领就可以了 假设这里是x 我们这边就是x 这里是y,后面就是y 这是属于怎样的状况呢 这是属于连续型的 那么间断型的 跟连续型的其实是非常的类似的 只是说,这个地方的积分符号 我们要改成什么呢 summation 这是一个总和的 这个y跑一圈 这个x跑一圈 就相当于y的话呢 全部的在这个所有的range跑一圈 x在所有的range里面跑一圈 是一样的意思 现在我要介绍期望值的求法 那刚才我们介绍了期望值的定义的做法了以后 好,那我们现在来介绍期望值是怎么做 ex的求法是这样的 我们把它写出来 依照我们的定义 ex是 这是双重积分 然后呢,这里是x 这边就要填什么 x 后面是联合几率分配函数 所以是f of xy 再过来我们写 dx dy或 dy dx 都是可以的 好,那现在我们仔细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期望值 x的期望值 重点是 我可以做一点点小小的一个移动 我把x放在前面 因为后面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先写y的话 跟这个x无关的话呢 我们可以先把它移出去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 中间的这一块 来,我们把它框起来 这个框起来了以后 各位同学看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前面所教过的 这叫做边际函数 这是y跑一圈 那就是f of x的咯 于是我们可以发现 这就是什么 x乘上它的边际几率分配函数 那么从此以后 我们可以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是叫做重积分的做法 第二个是先算出了它的边际几率函数之后 再算它 那么 我们来看看 呃,就是顺便复习一下 这个变异数的做法 变异数各位同学还记得吗 变异数的算法就是利用 平方的期望值减掉期望值的平方 我们把它写下来 平方的期望值减掉期望值的平方 那各位同学别忘记 这个我们在后面 呃,只要看到变异数 我们都是利用这个定理来计算 这是比较方便的做法 现在我来介绍的是一个例题啊 这是联合几率分配函数 求期望值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题 其实它并不算是非常的容易 那各位同学要小心的去计算 首先我们介绍这个联合几率分配函数 它是分段定义的 X的范围是0到1 Y是0到1 然后它的函数是4XY 其余通通为0 现在它要我们算什么呢 要我们算期望值以及变异数 好的,那我们就来算期望值跟变异数 那我们可以用重积分 也可以一个一个来算 好,那我们先算它的边际几率函数好了 边际几率函数 X的部分 那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Y跑一圈就可以了 来,积分 把这个函数 F of XY来写下去 写下去之后 我们要对谁来积分呢 对Y来积分 那Y的范围 各位同学知道是什么 0到1 到1 怎么写0到1 这样子的话呢 对Y积分 这边是Y就变成二次方 所以是2XY平方 来,我们范围 积分完毕之后 写出范围 范围由0到1 再把它这个数字 带进这个Y 带进这个Y 扣掉0带进去 0带进去就没有了 所以就变成了2X 这就是我们的边际几率函数 那现在 再下一步就简单了 来,1X就可以好算了 1X的话呢 期望值就是直接积分 X乘上这个叫做边际几率函数 DX范围 X范围由0到1 0到1 那么这个地方要怎么带 带这个2X啊 等于积分 2X的话带进去 DX 然后范围由0 几到1 这叫做2X的二次方 那么二次方积分 就会变成了三次方了 三次方前面要垫一个3 所以是三分之2X的三次方 来,范围 0到1 这边填0 这边填1 于是等于带下去 就是三分之2了 这个算完了以后 我们已经符合了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了 现在第二个问题 既然他要问变异数 那我们就要算什么 我们要算平方的期望值 那平方的期望值 并不麻烦 我们就继续写下去 平方的期望值 照做跟上面完全一样 只是我们把这个X改成X的二次方就可以了 来,写下去 全部都照写 这边范围 0到1 一样的 继续做下去 这边是X的话 平方乘上2X 那范围是0到1 这个地方积分 2X的三次方 三次方积分就会变成四次方 前面要垫一个4 来,我们写下去 前面垫一个4 这边是2 本来就有的 来,范围 0到1 再等于多少呢 4分之2 就是2分之1 算出来了平方的期望值之后 那变异数就简单啦 我们把变异数列出来 变异数是等于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平方 本题的平方的期望值是几呢 是1分之1 后面这个是平方的话 就是9分之4 这样算出来 等于1分之1 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法 算变异数就可以了 现在我再来介绍一个 联合几率分配函数的 一个期望值的一个例题 刚才我们介绍的是 连续型的 现在来看看间断型的怎么做 这个地方 它要求的是 求的是EX EY 还有VarianceX 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做 首先我要看的是EX 要算X的部分 我们就先把 这个叫做 Marginal 就叫做呢 边际几率函数 先算出来 那我们先画一个表好了 因为这个数字并不麻烦 我们画一个表 先把X列出来 X有哪些值 0 2 4 请同学列下去 现在我要看它的几率 它的几率就是边际的几率 来,我们写下去 什么是边际的几率呢 当X等于0的时候 Y跑一圈 全部加起来 这是几 0.1加0.1加0 就0.2 2的时候呢 0.6 有141 那就是0.6了 再过来 这是多少呢 0.2 那么各位同学 就可以很轻易的算出 它的期望值 怎么算 这个乘上这个 加上这个乘上这个 加上这个乘上这个 加起来总和变成1.2加0.8 所以我们可以写出来了 这个X期望值是几呢 是2 好,我们算完到这边 我们算Y的 做法完全一样 来,我们再画一个表格 来,表格的话呢 这个地方改成Y了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Y的可能性是 值是哪些呢 我们Y的可能是0 Y也是0.24 然后0.24 那么这个地方搭配的是 Y的边际函数 Y的边际函数是什么意思呢 Y等于0的时候 X跑一圈 那这是几呢 这0.2 写下去 2的时候 加下去是0.6 这个4的时候 加下去0.2 那么要算它的期望值 也不是困难的事 就是上面乘上下面 上面乘上下面 上面乘上下面 通通加起来 我们发现好像一样 这是EY EY就是多少呢 是2 那么 X的变异数 那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 有了变异数 那我们这个地方 也要做一点加工了 就是说 我要把平方的期望值 也要找出来 来 我们把平方的期望值 列出来 一样 我们再多做一个 X平方的 这边的话呢 0 024 那就变成了 0 4 16 来 0 4 16 都是平方了 那这边一样 几率都照超 一个 0.6 0.2 这一次我们把 平方的期望值 也来做一个计算 现在我把平方的期望值 这边乘下去 0的话呢 没有了 这是2.4 这是3.2 所以我们合在一起的话呢 是2.4加上3.2 等于多少呢 等于5.6 那么这个variance 就是变异数 就是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平方 我们列出来 等于多少呢 等于5.6 减掉这个的平方 这是几 4 所以是1.6 那么 这是间断的一个 期望值的一个立体 现在我们再来做一个 联合几率分配函数的 期望值 是什么呢 它这个地方题目 完全一样 但它要做的是 EXY 为什么要做这个 这是相乘的期望值 这是因为为了我们后面 要交到了一个 叫做共变异数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来练习 来做做看 EXY 那怎么做呢 XY跟X是完全类似的 但是各位同学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XY X乘上Y的话 就是代表的是 这边有一个X 这边有一个Y 这边有一个X 这边有一个Y 所以它一共要做几遍呢 要做九遍 然后呢 XY再乘上相对 它所对应的几率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做一下看看 EXY的话呢 它的定义就是 全部这个XY 乘上它相对应的这个几率 那么我们把它列出来 那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们是初学 所以我们就算慢一点 我们每一个式子的算 给各位同学看 X乘Y 如果是以这边开始的话 00搭配谁 0.1 有没有 再过来第二个 02呢 搭配0.1 0乘上2 搭配0.1 再加上 0乘上4 搭配0 加起来 每一个都要加哦 因为有有九个 要全部要加起来 这次是2搭配0 2乘上0 再乘上0.1 再来就是2乘2 乘上0.4 2乘上4 乘上0.1 一个一个加 再来 4乘上0 再乘上0 这几率是0 再加上 4乘上2 搭配的是什么 0.1 再加上 最后一个 4 4 0.1 那就是4 4 0.1 那各位同学知道 这边都这些 有0的 通通都不要看 这边是有的 这是有的 这是没有的 这是有的 我们通通加起来 这就是我们 相乘的期望值 那一个一个算啊 这个地方 总共合在一起是 4.8 那么顺便跟各位同学说 这个 EXY 这叫做什么呢 相乘的期望值 这是相乘的 相乘的期望值 假设 是 可以把它写成 期望值的相乘 那么我们的话呢 相信它 就是一个 独立的 一个可能 有可能是独立的 可能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 这绝对不是独立的 这个 XY 绝对不是独立的 刚才有没有看到 我们的 EX是几呢 是2 刚刚 EY 也是2 这两个不一样 不一样 就不用说了 它绝对不会是独立的 那么我们再做一个 变异数的例题 让各位同学熟悉一下 怎么样去算 变异数 而且这是 相乘的变异数 那么这个题目 它给我们的一个 几个条件呢 第一个是 它是独立的 诶 独立的是什么条件 就是它的期望值 是可以拉开来的 再过来 X的期望值 跟X的变异数 完全一样 Y的期望值 跟Y的变异数一样 那么等一下 我们就可以利用 这个线索来去算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它要求什么 它要求相乘的变异数 相乘的变异数 我们要怎么做呢 当然就要用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平方来做 来 我们列出来 这等于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平方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 既然这是两个是独立的 是不是 我就可以把它拉开来 拉开来 这个也可以拉开来 现在我们看 这个值已经知道了 这个值也是知道的 后面的话呢 都有了 平方当然也没有问题 现在重点是 这个是多少 这个是多少 它有没有告诉我们呢 没有 如果没有 没关系 我们有这个线索 什么线索 来 我们来看一下X的 变异数 我们再把变异数列出来 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平方 请问一下 variance的X是几 这是4 那么这个是 知不知道 知道 这是几呢 这也是4 那这平方就变成了16 那么 1X平方是不是就知道了 这是几 这是20 20减6 16才会变4 来 再来看 我们还要看Y的 Y的我们再列出来 现在来看一下 它的变异数 它的变异数 它已经说好了 这是几 这是1 这个是多少 这个是1 那1的平方 它还是1 谁减1还是1呢 2 所以各位同学 你要知道 这是几呢 X的平方 那这是20 这是几 这是2 那么后面的话呢 一个是4 一个是4 所以就是减掉16 所以是40减掉16 等于24 那么我们就利用了一个 呃 我们这些相关的一些一些资料 来计算了出相乘的变异数 这个单元的话呢 我们呃 介绍的是一个是一个期望值的算法 那各位同学要记得了 只要看到了期望值 这个1 后面不管是什么 你们就记得 他们就直接就把它加起来就对了 X 那就是X的期望值 我们都用乘上X Y就是Y GXY就是GXY 那么第二个部分 我们要非常的熟练的 就是变异数 是等于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平方 这样子算是最快的方法 那么再来就是 两个独立的这个随机变数啊 它的话呢 相乘可以拉开来 但是如果说两个相乘会刚好是等于 呃 就是不一定 就是反过来就不一定 这个我们后面才会慢慢的来介绍